然后再把枸杞清洗一下 锅里加入大概三碗水 再来切几碗姜 然后把去了核的红枣加进来 再来加入两块黑糖 然后盖上盖先八十分钟 趁这个时候我们来握两个鸡蛋 勺子里面滴入少许食用油 然后放入勺子 再打入一个鸡蛋 然后把勺子放到开水里面 就这样子把勺子放在水面上煮 一直煮到鸡蛋凝固 鸡蛋握好了之后就直接放到红糖水里面 喜欢吃鸡蛋的可以握多几个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入一些黄酒 或者酒糟也可以 最后把枸杞加进来 再煮五分钟就可以 好了就包好了 我们这碗黑糖红枣鸡蛋糖水 女人每个月的那几天记得包来喝 对身体特别好的哦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谢谢大家